林夏威生一胎得一亿奖赏就令人羡慕!那她的背景岂不是要令人抓狂? 林夏威16岁时,参加了全国明日之星大赛并夺得冠军,发现原来自己喜欢演戏,因此萌生了一个考中戏当演员的想法。 2005年,18岁的林夏威成功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本科班表演专业,与陈晓是同班同学。 2015年的林夏威顺风顺水,先是评级冲线夺得新加坡星和无线电视大奖我最爱TVB女配角奖,其后又停级收归华中贪慕虚荣又心地善良的民国花魁,花影月提名TVB万千星辉颁奖典礼最佳女主角奖。 对于林夏威来说,2015不仅事业蓬勃发展,爱情也迎来了结果,与男友莫赞生低调完婚。 为配合男方低调作风,她对婚事保密,婚礼紧邀请至亲出席。 丈夫莫赞生是金融裁剧,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土木工程里学士,担任多间上市公司的高层,包括衍生集团,华人饮食集团有限公司及华人策略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,身家于20亿。 嫁入豪门的林夏威开始逐渐减少拍剧,就算拍剧也是赚钱买花袋。 近日更有媒体报道称,林夏威结婚两年多都没造人成功,老公罚出最后通牒,她必须暂时吸引,全力造人。 并且老公还给出了生意胎奖利一个亿的条件,鼓励林夏威积极生育。 相信很多网友看到林夏威老公开出的条件都会羡慕不已,然而如果你细心观察林夏威的背景,就会发现一亿元奖利对她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,因为她和林峰是堂兄妹。 至于林夏威,林峰家族什么背景,相比大家都知道那一句玩笑话把不好好演戏,只能乖乖回家继承万利家产。 看到这里,你还觉得一开一意有多了不起吗?